分享或是說有什麼樣的能力 有分享這些東西 但是我想因為在上一次來 是在應該剛接任 應該是一年前 那一年前其實一年好快 一年前啦 差不多 差不多是一年 那一年很快 那一年的時間365天 幾乎在跟時間在賽跑 那這一年好像發生好多好多事情 對 跟坦報 那我也 是從接了這個社長之後 那每天當然就是時間都排得非常非常慢 那我一直覺得 因為我記得我剛開始接的時候 任坦報交在我手上 我記得一年 董事會告訴我一年要虧1500萬 1500萬 一個月要120萬左右 所以會計師在這邊看我們的賬 所以我們每一年就是要虧 虧了大概就是這樣虧下去 所以三年下來講是要虧 三年 大概就是以任社長 大概要虧5000萬 那5000萬的話 不太可思議 那我覺得我上次來的時候才開始要接 但是我覺得 接了這個社長之後 這一年其實我經歷了很多很多的 上帝的恩典 那當我在今年的滿一年的時候的一個改革禮拜 常常講說 我記得 接的時候大家都講說不可能 那不可能的事情 那難道怎麼會交在一個人手上 這個人不是學新聞的 然後也不是做報紙出來的 那 交在他手上 那以前的社長不是新聞人 就是牧師就是傳道理 只會交在這個手上 那 反正就交到這個手上 但是這一年來 其實從開始到後來都是一直講不可能 不可能 那在這不可能的一年裡面 我們從一年虧1500萬 到今年去年的結算 我只虧了不到500萬 然後就少虧了1000萬 從去年12月就開始翻過來 我虧錢還繼續賺 然後今年就是 今年1月2月3月 第一季結束之後 算起來第一季沒有賠 假使繼續讓下去 今年大概不用虧 不虧錢 但是我覺得 重點不再虧錢 因為這是一個機構 這是一個機構不是要賺錢 這個機構是要去做 影響你的一個媒體 那為什麼會在這裡 為什麼會在這裡 去被上帝所使用 我一直覺得常常 最近常常主日常常 來跑一些教育去分享 這樣才能看見 那我今天用這樣一個題目 來跟大家一起分享 就是約瑪小域 約束亞者 進入映許之地 我們都知道 摩西出埃及 準備建造加拿摩地 但是那時候 摩西帶著百姓 過了洪海 之後在曠原40年 經歷了很多的事工 但是在過了那個地方 給大家已經心疲力盡了 那個時候 摩西已經過世了 所以我想 在這個題目 我們看到約束亞記 在這邊講到說 約束亞記的第一章一集 約束亞的仆人摩西 死了之後 那這邊已經告訴我們 摩西已經死了 那約束亞小域 摩西的幫手 那兒子約束亞說 我的仆人摩西死了 現在你要起來 你要起來 然後 所以我也有很大的一個努力 我想要用這樣的一個經文 來在分享的時候 在這邊講到說 摩西在佛萊死了之後 其實群龍無首 群龍無首 我們都知道 摩西其實是一個王子 從王公子裡開始長大了 他本來在草原 那個地方裡面 被帶大的一個男子 他有天生的王家的一個氣息 他有王子的一個風範 他看過那些大場面 所以當他在曠原40年 那被他上帝所帶 要去帶這些百姓出外截的時候 我相信在 他在零島的能力上面來講 照理一下 他天生就看過著他 所以他也比較容易 去帶領這些人 應該是這樣子 應該有這樣的條件 所以那時候 他帶了百姓 過這些洪海 我覺得怎樣 很棒 他經過了 但是在這個地方 我們看到一個人 就是講約束亞 那約束亞 我想大家都知道 約束亞在所有的聖經裡面 我們都知道約束亞是一個領袖 那這個領袖不是天生的領袖 他也不是天生就被命定 才是一個領袖 他只是跟隨在摩西的旁邊 跟隨他一段時間 跟隨他很久 但是那個時間點 為什麼會減選他 有12個探子裡面出去回來好幾個人 包括佳樂也回來 包括佳樂也講那個地方很棒 上帝比如說 減選佳樂是減選約束亞 那為什麼減選約束亞 那約束亞就是那樣特質 所以他在這邊講到說 約束亞就小鈺 他說我要是個以色列人 我這個先美帝的地方 這個美好的地方就是 你要帶這些百姓過去 而不是只有你一個人過去 你要跟他們一起過去 你就帶他們過去 所以這段話裡面開啟了 這個進入應許之地的一段話 那這段話裡面其實 我們看到一個領袖 他有一個很大的特質 那我覺得一個領袖 在屬林的裡面 或在屬世的裡面其實有不同的 有時候我們自己在屬世的時候 我自己以前我記得 我不是在機構服飾的時候 我在屬世 屬世的時候我就會開始 算自己的能力 我有什麼樣的學歷 我有什麼樣的背景 我是什麼政大的EMVA 我有什麼樣的條件 我管過什麼樣的公司 我帶過多少幣 那這些領袖的特質 跟在屬林的領袖的特質 可能不太一樣 我想在約束亞裡面 他原本就不是一個勇士 但是我們去看約束亞 第一章開始的時候 你看約束亞一直跟約束亞說 你要剛強壯膽 不要害怕 你要剛強壯膽 不要害怕 我想我們有時候帶一個孩子 或是我們帶一些 我們免利友的朋友 這個朋友假使每天都很軟弱 你就會跟他講不要怕 不要怕 不要軟弱 這樣他就會幫助你 他假如是一個很剛強的人 你不會想說不要怕 他本來就很剛強 他本來就是一個領袖 但是我想那個時間點 看到約束亞 約束亞 我一直跟他講不要害怕 你當剛強壯膽 雖然這個時候 我們可能沒有那麼多的一些條件 可以在你身上 但是不要怕 我與你同在 我示給你的這樣一個條件 所以他本來不是一個天生的 天生就是一個強手 但是約束亞要用他的時候 他就成為是一個勇士 他就成為是一個勇士 帶你出去 我想約束亞 第二個地方 他有一個很大的特質 我想他在這個人生的過程裡面 他跟對了一個老師 我想很重要 有時候 我們在署名的生命也是也好 我們在生活裡面也好 其實跟對老師很重要 我記得有時候 電視有一個 E talk show的節目 常常在講說 跟對老師上天堂 跟錯老師住套房 買股票啊 你要跟對老師啊 跟錯老師就住套房 那一樣的 其實有時候 我們在署名的生命也是 會有一些根神 有時候跟對一個領袖 跟在他領袖旁邊 我想約束亞有幸 跟在摩西的旁邊 我相信摩西一生的風範 假使他要扮演這個摩西 我相信定也不會打得瘦肉的小子 他一定是個英俊高大 美麗 強壯 有眼光的人 因為他這叫王家長大 吃得很好 天生大概就是個領袖 所以他跟在一個這樣子的領袖旁邊 而且這個人是敬畏耶和華的人 所以當他在這個代理海境 過鴻海的時候 遇到困難的時候 他緊緊跟隨 當摩西的手舉起來的時候 他摔的時候是 約束亞這些人點在旁邊 幫他扶起那個手 我覺得他有個跟隨 跟隨很棒的一個人 他跟在他旁邊 以至於他其實耳濡目染 他學會了很多的事情 我相信在這裡面 他有很多的遠見 這個遠見也是一樣 我覺得一個領袖表示沒有遠見 就看不到未來 那有時候我們講說 一個領袖常常天生的 好像就像酸命一樣 他就知道那個地方 往那個地方去 那我覺得在這裡面 約束亞這樣的特色 他有一個遠見 他知道 他知道有手 他知道那個地方 加那個遠見 他去看了 他也知道那將是我們應取之地 那應該是我們要去的地方 所以我想在這裡面 我列出了五個點 這五個點裡面講到說 他不是一個勇士 對於他且成為一個勇士 他只是一個跟隨者 他其實只是個仆人 他跟在旁邊 但是他可以跟隨 但是他這個案子裡面 十二個裡面 回來的其中兩個會講說 要去了 那這兩個人 其實在我們社會裡面 有很多時候 我們也是常常在講說 我們要當我們決定的時候 常常眾人都會 那個最簡單的 或眾人最方便的 有時候你看到很多教會 又開始要重建 要做任何的事情的時候 你看到聲音 有遠見的人 他們都會講說 我們要往那裡去 但是大部分會講說 還有錢 那個問題 這個時候的東西 要有負擔 貸房 所以暫時不要 所以有很多教會 其實還是老在那裡 你看到很多教會 他就停滯在那裡 他沒有辦法要往前 但是一個有遠見的領袖 他其實是往前的 那我們最近看到 看到這一個王學鴻 我想王學鴻大家都知道 他就是首富 我想他以前是首富的女兒 首富的女兒之後 首富換人座 就換了郭台銘 這個獎牌 就換到另外一去 其實他也不是追逐這個 但是你看到一個女子 她雖然身在一個富有的家庭 但她不是想做榮華富貴長大的 她卻是一個父母 把她帶當的 她是一個經文耶華的人 她具有這樣的領袖特質 我覺得她有這樣的領袖特質 她看見了未來 看見了未來 人家都在 這個notebook在跑的時候 還在闖那個notebook的時候 她已經跑到HTC的行動手機上面 所以你現在看到 其實雙鴻以前的時候 ASUS 這個黑色 這兩個品牌 現在永遠被她摔得很遠 因為她的獲利已經超越很多很多很多 那我相信她的遠見是她看見 我記得最近有個節目在訪問她說 當時她接了宏達店的時候 那我摔火土是最辛苦的時候 是沒有錢 她遇到很多的困難 她早上的王雪豪 王雪豪就跟她講件事 錢的事情我負責 你繼續往前 其他事情我來 她就讓她開始發展這個行動手機 所以當她看到了這個的時候 我相信她就壓對了一個寶 但我想她不是賭 她不是賭這個人之外 我賭一把看看 賭兩把看看 我覺得她在佈局的時候 都有一個很遠的計畫 包括她現在看到TVB 她可能有一間電視的計畫 我相信她在未來裡面 她有服侍跟她的計畫 她可能在後面 其實其實開始在做很多的動作 但是一個有遠見的人 她其實看見的未來 不是每個人都會看見 怎麼沒有人去服侍股做貨土 怎麼會是她 我相信那時候她一定很多人去找說 我們大家都是科技界的人 我們大家就互相來投資預保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會搖頭 還不知道是未來是什麼 但是她看見了這個未來 所以我想約束亞在跟家人兩個 去看到那個家人美麗的時候 回來看餅包的時候 她就想那是未來 我相信我們現在也很多人都知道 哇 科技是未來 但是誰會去做 誰肯去做 誰辛苦去做 這可能很難很難很難 但是我想在這裡面 摩西是一個特... 約束亞是一個很特別的 特別的領袖 眼光看得很遠 我們看道地師典 耶穌亞這邊也是一個追逐為大陸 她在這個領袖的過程裡面 她其實她沒有什麼好像才能 她去看聖經裡面 好像這個人偏生不是說 有很多策略的人 沒有像陳筷茲是說 她專長在會計計算 沒有啦 她好像就只是旁邊跟著的人 她說跟著的人 她卻能夠帶著人去過這困難的地方 她有一件事情 她就是永遠把約櫃台在前面 當她開始在做約賴盒的時候 她知道那個計時台的約櫃走在前面 後面的百姓跟著這個開始過 我相信加持一個領袖 她假設自己很強 她就會把這個東西放在後面 她自己往前衝了 因為她覺得我可以輕易地做過去了 我想在這裡我們看到 她其實是一個尊主偉大的領袖 她有這樣的特質 我們在看到她其實後來 她過了一段時間 她去看到耶律戈城 她要攻打耶律戈城 我們也知道在耶律戈城 剛開始的時候 上帝要在聚繞這個城 每一個禮拜 每天去繞一次 第一天繞一次 這種百姓都覺得說 這個地方那個城那麼高大 那麼的尖壯 我怎麼去攻打 這些百姓又是沒有那麼的條件 就是跟著順著 上帝的給她一個姿勢 我們就開始繞 繞一圈 繞一圈 然後就跟著繞 第二天大家再去繞一圈 但很多人也看得都是傻瓜 都會笑 這樣走一走就可以做很多事了 這不可能的事情 這些遊行一下子就會倒下去 不可能的事情 到了第七天還叫她再走七圈 每天都走一圈都沒了 沒結果的 走第七天還要走七圈 她就會有結果 就是按照上帝的地方 她就去走 她走過去的時候 這個城就倒下來了 我相信在這個 舊約的歷史裡面 因為蘇雅這個人 她是一個非常特別的 她給我們很大的提示 她本來就不是一個天生的領袖 我常常有時候覺得 有些領袖好像天生做的 我就是身在王家 身在我郭家 身在誰的家 但是她可能就是禪的 經常是長大 她不見得是領袖 但是一個領袖是被磨練出來 被帶出來的 她不但有人可以跟隨 我覺得有時候 我們剛才講說 還盡可能看到 有任同胞有一些智力 但是其實我旁邊 我也跟過很多人 旁邊有很多的領袖 包括王力寧 包括這些出版界 包括兒童界 都是屬於教父級的 正在她旁邊群 就在她旁邊的宿首 所以他們的開會 他們的管理 他們的數字 他們的策略 看到他們的未來 怎麼樣做決策 看他們怎麼樣的承擔 我相信我在身上 有被這些人教導過 所以相信我在教會長大 我也看到了這個 所有教會的牧者 他們怎麼樣去 牧會 怎麼樣去管理 在很多東西裡 盧牧然 有被很多的熏陶 她絕對不可能說 平白無憂的 她就為了這些事情幹 一定有很多的訓練在這上面 像是在某人身上 都有不同的訓練 所以我想她的跟隨 其實旁邊有一個很棒的人 我們柏西有些時候 旁邊有些好老實 或是有很好的牧者 或是有很好的屬林長輩 在旁邊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很快速的去前進 我們也看到這個人 跟所有人都不一樣 當他們去探路的時候 當他們去找的時候 他們看到了那個體會 但是回來的時候 大家都講不要去 跟一些摩西呼喊 不要去 但是他們撕裂一虎 他們跟迦勒兩個人就是堅持 一定要去這個地方 一定要走 我相信有時候 在那個關鍵的時刻 有些時候你會看到一些人 出人爬催 走出了一小路來 我覺得有些點像她有這樣的看見 有這樣的眼光 那我覺得 眼光也是一些非常重要的 尊重偉大 也是這樣子 所以我想 我們看到這樣的一個 約束力 她其實沒有什麼特點 我覺得她沒有什麼特點 她平凡的沒有什麼 她可能平凡的一個人 但是 我們在詩篇這邊看到說 有人靠車有人靠馬 但是我們還提到 越好 我覺得這一段經文裡面 所以她電視面給我很大的一個 差當免許 一個 在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 一年下來 我開始在接的時候 我會覺得 不知道為什麼她要找我 然後 bosMM就是妳 就來接吧 怎麼會是我 我是電視人 我是屬於電視的人 要我算的話 我我也應該在電視圈 或是在Cook TV 或是在星影光 在我自己的計算裡面 這兩個應該是我要去的 但是三星沒有量子 他找我去一个我从来没有去做过的事情 报纸我还没有做过 那上帝让我在这个地方里面去看到 当你遇到他的时候 当你开始顺从他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开路 百姓就跟着你 这些人就开始跟着你 任何报纸这些同工就开始转过来跟着你 开始往前走 这一年来可以很快速的把这一圈都开始慢慢磨平 开始往下走出一条新的路 所以当初我觉得说有人说要害人 就是让他办报 就让他办报纸 那现在我觉得真的去办了报 但是我觉得上帝没有害我 让我在这上面去建立一个很奇妙的 其实报纸没有死 但是我觉得上帝开了一条路 给我们看见新的未来 这些一年来我想上次报纸 跟现在报纸已经查得很远 你看到我手上哪里可能是iPad 但是我们可能很多的东西 已经从报纸到网络 网络到iPhone、iPad 所以我们随时身上带的都是一个阅读 我们从以前过去里面开始看到 报纸不断的精彩 每一期开始呈现一个像杂志这样的做法 慢慢的在这一年的里面 我们用现在的所有的同工 几乎都是旧的 否则里面算是最支持之前的 他们都不用领长 不应该叫学长学姐的 但是我觉得带着他们开始改变 把这样的一个报纸 每一期每一期的去做改变 这是终目版 所以你会看到他越来越精彩 越来越主题 然后越来越判讨更深 然后越来越多人想看 这样的报纸 它成为是跨越教派的一个重要媒体 它成为是一个联接人家会的媒体 它成为开始进到家庭的媒体 过去的报纸好像只有牧师在看 老老在看 然后就放在教会 然后就丢在旁边 现在的报纸不是 现在是每个人都想看 每个人都想导出来 导出来看一看 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好看的东西 那我想每一天 我们都在做这样的报纸 这是终目版 所以我们每天做得非常非常的认真的去看 把它每一个主题弹出来 这期这个月的后面 我看到了一广告 广告都漂亮 这是一个墓园广告 没有人相信 它是一个墓园广告 就是我们帮它设计 帮它整个规划 就像整个教会所要呈现的品质 教会所呈现的这些广告所 不会这么多认真的 以前的都low in 它就是很多的水准出来 同样是墓园 为什么不然做得上 也许 它这是实景 这是实景 这不是虚构 只是我们帮它重拍 然后帮它重写 帮它重新写文案 然后这广告带来好多人 我们现在很多很多的广告出来 也是一样 里面的这些报导也是一样 越来越多的精彩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报导 开始改变了 从报导广路冲击之后 这一年里面变化无穷 变化非常非常快 所以我每天几乎 我从开始来 都没时间停下来 因为都在开飞 开飞 开到处理跟我讲 时间到了 你过去更停不到位置 那我也没办法 就开个车过来 停到箱子 刚好有个位置就停下来 时间都没有差 走到这边就是七个月 但是 我们就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 其实我这一年 真的几乎是没有学习 几乎是这样子在跑 我们也在做一件事情 高举基督 人杰教会 造建县主 这个 mission一直没有变 四十五年来一直到现在不变 但是 我们也一直在做一些广变 就是时代变了 这个时代变得很快 我们必须让它开始买出 从平面到立体 从立体到活化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报纸 已经不再只是平面印刷 平面的报纸 文字出来之后 它就上网路 上网路之后开始 现在以前叫一化 现在不叫一化 现在叫M化 所有东西都是行动 你身上都在 走到哪里 就办到哪里 就坐到哪里 所以你的办公室的位置 根本很少坐在电脑上 我现在很少坐在电脑上 都是助理秘书 把所有东西丢到网路上去 丢到天空去之后 我就在随时的随地就开始收 我刚刚过来的时候 就看我的柱子对不对 就确定了 所有的事情 这是一个社群 这是一个社群的时代 我们在讲说 这是一个social network 这是一个social media 这是一个media的时代 我们过去好像只有单向在看电视 现在已经不是 现在是互动 interactive 这是一个互动的媒体 这个媒体是看得到 然后就互动 然后我就回应 然后我就amend 然后就开始Facebook 然后Facebook 就更多人 更多人就amend 再更多人出去 这样的一个方式 很快地传递 传递了一个新的媒体 或许我印刷了三万份 我能够满足五万个人 我就敢借主 现在随便一个媒体丢上去 是几十万人 几十万人 我一直跟祷告上帝说 这个媒体假使可以 他是千万人 因为他一丢上去 他根本没有印刷 他就在上面奔跑 他就在上面 会计师一看Facebook 给他的同工 他同工看完之后 Facebook给他的小 祷告小组 他小组祷告完之后 Facebook 所有人就一直传 一直传 这是一个social network 这是一个social power 假使你记得 在前不久 埃及的这个 穆巴拉克下台 他的下台 在一瞬之间很快的 大概不到一个月 已经被迫下台 起火点 就是因为在埃及的 一个Google的经理 开始在网路上讲 这样子的一个政府 这样子的一个暴政 就让他下台 然后大家就呼应他 yes 然后就上台 所以就是全部在网路上 开始串联 串联的时候 就越串越多 讨论越多 越互动 你觉得对吗 我觉得对 我们就出来吧 我们就到宗教公路 我们到什么路就下台 我们几点几分就下台 全部人就开始走出来 走出来之后 他们就把这Facebook 再往国外传 国外的事 媒体就开始支援他们 所有全世界眼光 就盯着他们 然后还注重目 然后看他 目标然后就下台 我相信这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力量 这是媒体它所产生的 可以让一个国家搬掉 我相信它也可以让一个 教会 开始建造一个围墙里面 之外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 好像有界限 我们好像隔着海峡 我们好像隔着一些限制 但是其实来讲 它无孔不入 它怎么进去 这么好的福音 被挡住很奇怪 这么好的福音 它可能被挡住 不可能 所以今天假如一个论南报 还是只是一个报纸 它就只是一个台湾 它就是一个台湾报纸 它不过就是教会里面 小少数人的媒体 但是它今天已经不再只是这样 它透过网路 文字的事工 开始产生一个miracle 它是一个神奇的问题 神奇的功效 它开始到手机 开始到爱面 开始到任何的电讯 开始传定到阅读器去 今天假如报纸在出版 十二点出版 全世界同时都看到 假如今天一定寻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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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晚上十点同步的灵修 那很恐怖 你在网路上看 这一片感谢 然后你的回应是什么 你的祷告是什么 假如今天我要为了某个弟兄 特别祷告 因为他的困难 他的病痛 他在这里 我就呼应他 我就让他在这个媒体里面发声 可能全世界人 全部就开始为他祷告的力量 那恐怖 我们今天就算有三个人具体一起 然后那力量就已经不得了 假如有一百万人同时为这些事情 那更不得了 他没有距离 他没有时差 一下子就出来了 所以他就属于 这个未来的媒体 因为说他们觉得Miracle 一年回过去看的时候 怎么你会站在这个位置 怎么你会站在这个position 怎么你会被选在做这件事情 因为你过去可能做了电视 很多人很多事情都听过了 今天可能被用的时候就抓出来 放在这个地方 其实不是靠我们的这种策略 我没有用过任何一个策略 说我要有一个策略 然后我开始布局 开始训练兵 没有就是一件事情 没有一件事情做好 然后我们就看见未来 就看到说 其实将来不能在这里 绝对不能在这里 不能在旧报纸 一定要到新报纸 报纸还不够到New Medium 到新的Medium去 什么叫新的Medium New Medium 它是个Super Medium 它已经不是Cable Cable的话 就是你有买Cable就看得到 你要看15台 看25台 看45台 你就要缴费才看得到 以后这个地方不用看 你有手机就看到 只要你有iPad就看得到 所以我现在只要有一台手机 有一台iPad 这台随时就上网 你有透过的手机就上网 所以我只要手机 跟它靠在一起附近 我就开始上网 我根本不要3C 我就全部就开始走 所以它的快速是非常的恐怖 我们每天在经历这样的一个速度的变化 假许你有在玩iPhone 或是玩HTC HTC更跨 HTC非常好 我最近反常在推荐说 哇那真的是好 速度很跨 台湾人发明的东西也非常 他阅读的速度 他的搜索速度 他搜索相关的东西 他要看一个诗篇 他可以看几十种版本 他要看圣经 他可以看几十种版本 然后开始会证 开始分享 我想自己过程里面 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媒体世代 他就要轻轻一接就上去 全部电视 我就可以开始当成是一个导览 一个阅读 开始一个教育训练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从P到E到M 跟以前的Preach Print 我们在Print 我们以前都只是印刷印刷印刷 以前的印刷是在 开始猖结 开始文字出来 后来 我们印刷就已经觉得 那是死期的创举 我们看到那个影印机出来之后 就觉得不得了 那个影印机快做 哏哏哏哏哏 哇哩已经不得了 到了电视出来之后 觉得那是不得了 到了现在之后 你发现有网 那是不得了 但是你破了三点之后 你不知道不得了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最近看了一个影片 它随时随地的都是Scream 这个地方一按,这个地方就screen 这个地方一按,这个地方就可以动 这个地方一放,所有的东西就传输上去 所有的会计报表就上来,上来,上来 就这样看,然后看完就开始进去丢进去 所有的地方都是电脑 我想这是一个时代 但是这个时代里面也是福音的最好时代 我们两个人传到第一集,用人跟人之间的 一个教会牧养十个人,二十个人 半个人,很大 我们韩国教会可以牧养一万个人 就是招勇集了 但是你可以从网络上去牧养百万个人 那恐怖啊,那上面的力量很大 但是你能够开始很快的去运作 透过这样的一个Modalize 行动化的一个概念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的科技,任何的资讯 它会同步的做资讯的交换 那这些交换的时候在anytime 所以它的呼吸根本没有的内容 它根本不进去的内容 所以我想在过去里面我们看到 其实在这段时间里面 任何报纸,是一个报纸 在报纸里面开始从报纸碰到一个网络 就觉得好像遇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 刚才遇到网络的时候,开始不止 你看到YouTube出来了,你看到很多媒体出来了 所以网络就已经几乎是电视 所以你看到报纸,它已经变成是一个媒体平台 看到媒体平台还不够 它就开始变成是一个超媒体的福音平台 它可以做行销,它可以整个资源 它可以把报纸的网络 像手机串联在一起 你家里就是电视台,你家里就是可以做前面的人 你家里可以扮演很多很多的工作 你可以做任何人的NTV,可以做很多人的工作 我记得我去年开始的时候,就开始在提这个概念 就是创造华人基督徒媒体平台 这个平台就是说,它不是一个自己的 我想我们都只是一个守门人 只是一个goalkeeper 我们只是被赋予管的这个地方 然后接了这个地方 有一定我们这个地方的产业都要再交回去 交到别人的手上,这是一个产业 但是它是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是众人来使用的 它绝对不是一个教会来使用 它绝对不是一个教派来使用 它绝对是一个众教会都可以使用的 让大家可以在这上面去使用 大家把所有的资源都放上来 你看到任何报道 其实我们最近跟招会也好 跟地方教会也好 跟长老会也好 跟年良堂也好 我们都很好 我从来没有敌人 我从来没有说这个人有居民 从来没有说这个国语讲不通 我们常常在一起 然后我们就很乐意的 很开心的说 这是和谚的时代 这是一个和平的时代 这是我们需要和解的时代 我们常常在讲和解和谚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媒体也打开 这个媒体也打开的时候 你会看到众人都上来 大家都用这个媒体 大家有任何的机会 即使是一个墓园 都会把墓园做得很漂亮 今天是一个特会 特会做得很棒 今天是一个 今天下午来的一个 就在谈新的一个活动 叫做民客 没手没脚的 他们就找到说 任何谈报可以办这个推手 跟一个人都一样 就是为福音的缘故来做 所以我们就把他接下来 我们用最少的预算 帮你创造最大的这样子 因为很多东西 其实我们在帮很多人 去做这样的工作的时候 你会看到 其实福音的整个活动 从过去的西方 西方学校是到了非洲 到了亚洲 开始传福音 传了一百多年 一百五十年 快两百年 这样的时间 福音就一直在爆炸 但是呢 现在的福音的整个重点 遇到了整个亚洲 这个亚洲的人口 包括台湾 包括印度 包括整个苏联 这些地方 其实福音都在快速的膨胀 但是华人呢 华人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口 这世界上很重要的一组人口 这个人口里面 他看的文字一样 他可以看公同讲的一样的话 但是呢 他们的福音 是可以很快的去传递 而且他的市场够大 他的市场 假使我们今天讲说 今天台湾有一百万人 那一百万人 其实是很重要的良相 但是这一百万人不是不够看 就像我想 约束奥他们去攻击 这个 耶利哥城也是一样 他们不是一个大众 他只是一个小众 但是上次就让他们去了 去了之后 他们就开启了这样的门 我相信我们在去年 我上去年的十月 去了洛杉 去洛杉的时候 去看到 所有宗教会的礼秀 在那里聚集的时候 就非常感动 就觉得 哇 以前的宣教是这样子 只要看到哪里 需要就去 他们都现在看到 亚洲这个地方 非常非常的快速 那我们准备好没有 华人准备好了没有 华人脚步准备好 家人有机会跑到大陆 大陆在地下踹了 是快的 他们需要的东西更多 他们需要更多的导致 他们更多的一些教导 教导 他们更多的一些资源 知识出版 教会的主力学 各种的东西 你可以通过这上面 供应给千千万万 但是你供应给千千万万 有很多 台湾哪个收视率 可以到一百万里 就已经是Super 就小三了 小三就可以有几百万人 在看他就算 他不会 但是你今天是一个重要媒体 随便随便 都几百万人在看的时候 那不是小三 那是Super 可是他力给他们肯定很大的 那我觉得 在这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台湾 其实我一直讲 台湾好像很小很小 台湾启动了一个 很重要的关键 我相信快期思维 也在大陆产当好 台湾的这些商人 台湾的这些专业人 在那里串联的时候 今天整个大陆 他几乎是被这些人搬动 他好像是一个杠杆 人员一样 那个石头顶上来 把他顶动的桥 那我相信台湾是这样子 福音也是这样子 福音也是一个种子 这个种子里面 在这个地方开始去启动 好像看起来这些众人 这一百多万人的师徒 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其实他影响力非常的大 他们带了好多好多的知识 经验 各方面传承出去 这样子的一个广大的市场 这个市场不只是这里 我相信你们这里 我们最近看到 塞伊大帝震的时候 刚好那一天 我跟周神住在一个地方碰到 我们就讲说 哇 上帝真的是 让亚洲开始动起来 我们常常有时候 福利尔这一块 到日本去看到 每个庙都他们都会拜 每个都会去 看到说好可爱 这个国家开始被整得了 这样开始翻唱 有时候福利尔就在这个时候 你要进去是非常好的 这个时候去喂养他们 去安慰他们 去给予他们的时候 我相信他们会看到福利尔的希望 看到那个待遇 这些工作他会不断的让我们看见 我们在做这样的事 我想这是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 那这个变化的时代里面 快到什么程度 就几乎每天只要不停 有时候我们讲未来 我们常常说 未来在三年之内 大概就这样 我们现在都不是讲三年之内 大概三个月之后 那就变 假如你是科技界了 三个月 他就换一个模特儿出来 假如你去任何一个手机 他已经换第二代了 好不容易买到iPad 2 他就开始要追到iPad 4 iPad 3 然后呢 iPhone 5 根本跟不上 因为他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但是有些人还是睡觉 有些人还是根本看不懂 这是一个很快速 Stand of Change 我们一直在改变 我们需要去变 我想这是一个 我们要成就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命定 我常常讲说 有时候这个是命 算一算命 这样 你有这个命 你就算到这里 你有这个命 就被命定成这个 其实不是 我觉得很多事情 除了上帝的一个命定之外 先觉得 你必须立定心持 去顺服尊重上帝的主义 能代理 有时候你知道顺服 这条路不太容易走 但是你确定用去走 我们生命的命定 不是自己去做主 我们生命的命定 是让上帝去做主 你看耶稣讲 所有决定 他很赖你 全部交给上帝 就是上帝做主 上帝自己去做主 他就带着他走 所以他的所有东西 他都是由上帝来 来去做 做一个 最后的一个决定 所以我在讲说 命定的人生必须要顺服 顺服的特质 他就是乖乖的 就愿意 假使你会觉得说 那个地方不好 不要去 那个地方觉得 唉 委屈啊 那个地方不应该是你 你是一条龙 怎么会放到这个地方呢 你是一个super英雄 怎么会放在这小地方 因为你就顺服 顺服的时候 你加上你的应许 加上你 你会发现 他超越好多好多 我觉得这是一个浪潮 我常常在讲说 我们这服役的浪潮 你假如是有ready 你有ready的人 就像你假如是在夏威夷待过 你会看到那些冲浪的人 冲浪的人 看到浪很大的时候 他才会兴奋 而且他绝对会往浪潮滑去 他绝对不会赶快逃 逃到那边 他就不要滑浪 他只要看到浪潮来 他知道那个浪 准备大浪有的时候 他就开始 一直往前滑 滑到跟浪交集的时候 他站上去 转身过来的时候 他就顺着那个风的一个地方 蹭风破浪 那这个蹭风破浪 有时候我们在讲说 圣灵的风不是圣灵的浪潮 但是你是一个圣灵的浪潮 跟着你的时候 我相信有时候是小小的浮板 那个浮板很小 看起来比人很小 但是你站在上面 却带着你走 因为你知道那个知识 你相信那个浪可以带你走 你也相信那个浪 你也相信那个浪 扶得起你来 他把你带起来的时候 你其实是 那个知识优美 众人沉在海里 但是你却死 就是能够撑风破浪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世代 好不容易我们有这样的世代 我今年五十岁 我常在想 我们能够碰到这样子 好像不太好 但是又觉得好像有点闹 好像觉得五十岁 但已经三十岁多半 但是我觉得上帝给我们很多的经历 那个经历其实就像约束一样 其实他经历在旷野四十年 他在四十年的时候 其实他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他经历了很多的苦难 经历了很多没有失误 所以他在经历里面 至于成就了他现在 他能够成为是出埃及的一份子 他成为是一个过约旦的领袖 我相信那个时间都是累积的 像在座这边比较少能清的 可是我觉得都是经历了一段时间 准备开始要过 过那一块路 过那一个海 过那一个平台 那我相信这是上帝给我们的 那到底是给谁 给你所谓的议许 我相信 我常常在讲 约束一样不尽的是男生 但是你已经是个领袖 你也是约束一样 你也是约束一样 你也是一样 你是可以是约束一样 你也是可以带领你的机构 跨越一个新的事迹 你也可以带领你的教会 跨越一个新的挑战 你也可以带领你的媒体 跨越一个新的文体世代 你在这关键点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转弯 这个转弯在历史会留下一个机会 它转弯 它转上去之后 我相信过了那将来美帝 上帝就要给我们留来一个美帝 那是一个多甜多美的地方 相信这样是十年之后 你再回头看的时候 觉得哇好美啊 这一段时间 这一段时间真的是疯疯复复 我相信现在到大陆去的 你会觉得楼房开得是快 你怎么那么快 以前都在想 小时候都叫共产国家 那是什么 你会觉得那是一个落后 那恐怖的立光 但是你现在回头看 快好快 但是原因也是一样 再下来的时候 你会看到它的经济起来了 它的社会就跟着问题 开始宗教 开始教会就会进到里面 成为是一个重要的暗点 那我觉得这一段时间里面 我们会看到整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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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环境里面 它会带来很大的冲击 最近昨天这个周末 我们看到有一个电影制片的人 他在美国 他做了一个电影 他正要做 他在做一部电影叫《米赛亚》 那米赛亚电影 他为什么要做米赛亚电影 之前有一个叫做《搜难记》 搜难记全世界都看到了 它是一个好莱坞的一个制片 他看到的时候 他后来才信主 他说我们看到搜难记 我们看到耶稣受难 但是没有答案 我们没有敢把米赛亚来的一些讯息带出来 所以他就一直倒下很久 他就有感动 他要拍一部电影叫《米赛亚》 那米赛亚在2013还是130开始推出来 他的制作费用 他的所有的费用 比搜难记更大 他所制作的水准更高 他说要做就做世界最好的 世界的人看 那天我问他一个问题 说你这部电影会不会被控制 会不会到大陆的时候 大陆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接到大陆的门就关起来 他说应该不会 因为大陆需要这一份宗教 所以他们知道教会 他们说他们要学习西方 最好就学习教会 他们学习教会 就从基督徒身上来 他们就看见未来 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大的信心 我觉得上次给我们很多的应许 这是我们的mission 我想我今天用很短的时间 很快速讲的分享这样的一个经历 其实我们常常讲说 丰富的圣灵 你给他们施行去船飞 到旁边下去 但是船不连下去 好像看起来好难 以前都要宣教是坐着船 从过那个黑海勾过来 然后到今天还要遇到黑人 做什么 挡了很久 死了很多人 然后很多一步一步一步 到了现在 我们现在开始船飞 开始变得是好快 是说你会不会用这样的 时代的工具 你有没有这样子的脑袋 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看见 你有没有像耶稣亚这样的远见 你也看见了那远远的地方 就看到了 你也看到了 我相信我们现在看这些资讯科技 都讲 我看到了 我知道 一定会有一天享受这个成果 但是是不是你坐 可能不在你手上 可能在别人上 那些人他们坐起来了 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试诞 这是我们在这个时间里面 上帝给我一个一年的时间 在这里一点点的一些努力 那这些努力 其实我们流泪杀种 我们开始 我们不会很想欢呼声音乐 但是我觉得还继续在杀种 那这个杀种里面就说 这份报纸其实我不满意 我不认为满意 我甚至在想 我想要做一件事情 再推另外一份东西出来 那份东西更漂亮更好 而且是给外方人看 而且里面谈的就是基督 里面谈的就是基督徒 里面谈的东西 但是就是漂亮 它就像Volk一样 它就像Aerl 它就像GQ一样 很漂亮 但是里面都谈到 这些生命的蜕变 这些基督徒的精彩 它不再只是每天就碎碎念 是非常漂亮 而且这些所有东西 它可以在网路上去分享 我相信我们看到 好多好多好多的资讯 所以我一定会对你 也加得出来 不要再说声音 可以使你的臉 这样才有影响 谢老师 以后不要说声音 我现在看到 随便你看到现在所有的印刷都非常漂亮 这是一个很好的教会媒体 它也可以很精彩 每一天它所介绍的这些人物或是见证 它透过这所有的东西根本没有印刷 它每一篇都是可能是一个很深入 而且是艺术品 我想每一个page 那未来我相信文字加上影像加上设计才会是art 成为是一种艺术品 每一个福音单章都在上面 你看到它就是好漂亮 然后看到它好清楚讲好多好多的事情 然后你想它传递给别人的时候 就一个facebook出去 然后一个传递出去 它就出去了 我们可能要印了半天 写了半天 其实很多时候短短的一句话 就可以改变一个人 我从广告出来 我觉得以前我们在讲广告都只有30秒60秒 但是30秒60秒 常常有时候比一部电影好看 那30秒就告诉你一个信息 30秒就告诉你一个感动 其实会做的是越短越好 很多事情是很小很小 我想圣经给我们很多的知识 然后有时候常常讲说 我们要灵巧像神 温柔像鸽子 我们在很多时候很温柔 但是我们在很多时候 我们就要很精巧 很多东西是应该超越 那我觉得这个时代里面 有很多基督徒非常棒 非常非常棒 他们一定可以传递这样一个时代的使命 它可以让我们开始进到一个新的时代 然后开始让我们每一次 让我们每一次的所有的报导都很好看 都能够试一篇广告 都能试一篇见证 都能试一篇很特别的摄影 那每一个部分你会看到就觉得 哇 这好美 同样讲彼得 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做这样的一个简报的时候 你看到我在做整个PowerPoint的时候 你很快进入 因为你会看到领教 你会看到领教在讲什么 你会看到约书雅好像什么 我就进去里面 不然的话我就一直讲一直讲 你可能讲约书雅 约书雅 一直讲一堆 下面人还是听不懂 但是你可能透过这样一个辅助 你看到电影 或是看到这些PowerPoint 它就出来了 它就一直告诉你 但是今天媒体也是一样 它很快的 它告诉你很多事情 它给你影像的辅助 它给你声音的辅助 它给你一些文字的创业 加上去之后 它就火化了 它火化之后 它的服务功效 做愿远超过一切的时代 我想这是我今天用短短的时间 因为好像会计师是跟我的助理长 要讲一个半小时 没有吧 一个小时 但是我想不用 我想不用一小时 等一下短短就够了 应该是短短就可以互动 那我们可以大概就是一些交流 大概就是说现在的论谈是什么 或是你要问我一些问题 我就留一点点的时间 那我就不要讲太多大的道理 好不好 以上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分享 有没有要问我 你一直是我很崇拜的 我不是 其实我上次在这边 听了你的影响之后 我跟我先生跟我女儿去你的办公室 拜访你 其实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一定会有很不一样的基督教文文化 我先上去去 好 那现在问题是 请问你 如果美国的中国电视 会怎么样 请你做了法 但不是不是 那因为你现在在忙之后 就请教你 如果你是美国的中国电视 但你觉得就是光明正大 中国电视就全部都是基督教的节目 就像是TV这样 还是你觉得说 要有一些联乔相舍 联乔相舍这样的一个包装 不要那么的全部都是基督教 应该还有一些什么节目 可以让外方人可以看这个电视 我想Ku TV有Ku TV使命 而且上帝有Ku TV给Ku TV的祝福 你看那个祝福也很大 他给了很多的一些教会的声音 他有他的公平 但是我觉得在大众媒体里面 应该还会有一种新的媒体出来 必须去服事 我最近是在思考这个问题 要有一个媒体去服事 在教会跟世界的中间的那些人 他已经快进来 他已经快进来 他没有机会进来 但是他从什么地方去接触 他有时候 你一下子把圣经翻开的时候 他就往后退 但是有时候你却愿意做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媒体的布局的时候 他就被你接纳了 他就开始跟你正敬拜了 我觉得我们看到一个敬拜的赞美超 赞美超我觉得五美 我觉得他很棒 很棒 为什么呢? 因为他开始在公园跳 奇怪这些人跳什么 他就把音乐放进去 他把赞美放进去 然后就开始这样跳 然后很多人 你知道里面有多少人信主吗? 千万人 不是千万 几千人 我上万都有 我上上万 我上千万 我知道里面有无辜跳啊跳啊跳啊信主 这是真实的 他们就在公园就讲 你在做什么 他就跳舞啊 他就跟着跳 他就跟着跳 他就奇怪 这些人为什么跳的都是赞美 为什么他每天嘴巴都是赞美 然后就开始 袈裟放下来 开始跟着进拜 这很多见证我都认识这些人 而且最近我一直想着 吴美云 我跟他讲说 我想跟你出一本书 把这本书 不要在教会书 不要在教会的书场书 到世界的书场书 我们到外面去找城邦 找什么最好的书板 出了一本书 而且写一个生命的记录 我最近看到 我最近也跟这个 黄明镇 黄牧师 黄牧师在更生团庆开始 二十几年 快三十年时间 你看到他最近有一部电影 叫做《黑行少年》 有没有看过 有没有看过《黑行少年》 非常感动人 他有一个干官户所 是专门照顾那些 失足的少年 在赶花院里面 那监狱把他送到 那个花莲特别的官户所 让他去管 然后他就去牧养这些人 他不只是牧养这个人 他牧养好多死刑犯 监狱里面的事情他都在做 但是那是一个他的事工之一 然后呢 他就去带这些少年人 然后老师辅导这些人 就帮助这些孩子 这孩子都是十八岁以下 那些孩子都从十几岁到十八岁 这种大大小小的 失足的少年 他就教他们 怎么样叫信价 什么叫信心 然后他就看到有一个独轮车 说日本在骑独轮车的那些 一个乡下 他们教孩子平衡 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工具 他可以让孩子有自信 他就把他引回来 那引回来之后 他就开始在那个 所谓的少年官户所 要求学生说 你们可以骑这个甲打架 我们双轮都不一定骑得很好 他开始训练去平衡 所以让那些小孩子 开始骑着这些独轮车 在那个乡下跑来跑去 他就跟他们鼓励说 假设你可以从这里骑到那里 我就带你去环岛 那些孩子就开始跟着 好 就开始骑 那孩子就跟着真的骑出围墙转尾 他说那些孩子很痛苦 因为他们是坏孩子 一出了围墙 他就开始支持一点点 他跟他讲说没有关系 只要你能够走出来 有一天你可以进到社会里面 他就跟他讲 我们来环岛 你知道骑独轮车一千公里 然后你知道那个牧师快70岁 然后他开始就跟着骑 然后你就看到那个影片 后来有一个导演 我看到的时候 我常常跟我同学讲 你知道那个导演不是基督徒 他就知道这故事 他就去给他拍了 拍了之后就变成一个纪录片 叫《飞行少年》 那飞行少年之后就得了好多奖 你看到一个生命的改变 被一个牧者去翻转 他跟我讲了好多好多见证 他说不知 那些死刑犯 常常在最后一秒钟 是他牵着手进去 陪他走一段路 他说牧师不见得只有在教会里面 牧师有时候在那个 他说向上服侍 向上服侍 向上的一个那个是敬拜 他说平行的 朋友之间的相爱 只是一种这种友情 他说但是你要向上去爱更加精彩 他就在讲这一段故事 他跟我讲这一段故事 我就觉得哇好感动 其实我听过他很多故事 我们论他到底写了很多 后来那天我就跟他讲一段话 我说牧师我想做一件事情 你想想看 后来我说服他 我说我帮你出一本书 我在教会出版 我帮你出一本书在世界出版 让世界看见这样的人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暂定这个名字叫做白发飞行少年 他听了他就好开心 然后我跟他讲说 你要让这本书放在成平 那很多人想去看他说 这是什么一回事 然后跟他说这个牧师 他从一个移民到美国去的人 他放下了美国的那些优厚的环境 他回来监狱工作 他开始走入人群 他开始走入监狱 开始走入那些黑暗的地方 然后帮助他们将近三四年 我觉得那种就是感动 那种生命力就很够 但是这样的生命力 连外方人都会感动 他属于就会进来 你说服他嘛 你让他看见了很大的见证 我最近一直看见这样子的一个需要 我也一直看到 其实我们应该做更多精彩的东西 在这边缘的地方 而且推出去 所以有道理是 我觉得牧养有牧养的功能 牧养有牧养的功能 牧养有牧养的功能 绝对事实上你要祝福 但是有一些地方 要需要用一些方法推出去 推给他们 所以我想看到 我看到很多的媒体 其实都在挣扎 要不要改变 要不要改变 几乎 因为大家媒体机构大概都五十年 你想去看台湾交易历史 那快递是最清楚 去给他审核 大概都差不多四十年 面对这个年龄的时候 他就好像是分连起 我怎么转 我要不要转 会不会胜过这个 但是你转过去 我相信 那变数数很大的 我觉得台湾的教会里面 台湾的基督主 可以做一些事情 可以做一些事情 那你刚才在说 那个电视台 我最近开始跟国外的电视台在连接 开始跟电影在连接 我开始在跟很多的机构在连接 我们都已经在touch 然后跟大陆开始做合作 我希望这个平台它没有界限 那我希望这个平台它有电影 我真的希望这个平台有音乐 我希望这个平台有fishing 我希望这个平台有灵修 我希望这个平台有目道 有步道 有讲道 有主力的供应 我相信它有很多的news 它是新闻 它很多元 但是它不一定要花很多钱 但是它要花很多智慧 我觉得智慧是创意很难 创意很难 有很多东西是不用钱的 但是创意很难 那个特别的转轴很难 其实有时候你说iPad iPhone 其实没有那么难 都是台湾做的 但是它就有办法整 就是这样子 它就建造了一个媒体 我觉得苹果是一个最大的整合平台 它整合了音乐 整合了科技 整合了影像 整合了作业平台 哪一样是它自己的 没有 它只有一个品牌 就是叫苹果 就是那个苹果是它的 它什么都没有 它就整合了所有人 那个是最大的整合 那我觉得媒体是可以整合 就整合起来之后 用很多人的专长去呈现 这样子可以呈现出来 我相信教会里面 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很大的改变 然后你会看到很多媒体开始 哇 多元啊 很精彩 而且很多人愿意拿来分享说 你看看我们的杂志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 其实有计划 我是有计划 但是我不能先再讲 还没做出来 做出来的时候就出来了 但是我想 我一直想 好 找好多人 那我最近也跟百哥 百丑那边很多很多人 他们在谈 他们在看到论坛 他们说 我们好希望看到一个新的东西出来 我们都很多人看见 但是我们怎么做 会不会做成功 不知道 但是我们很愿意去try 试试看 然后试试看 让这个媒体真的是很棒 但是比较快递是 因为都不然的话没有钱 所以我们就要很好的精算 如果没有 我们就可以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好 大家还有这样 还有没有知道 你们收入的模式是什么 现在论坛报 其实我想论坛报很特别 论坛报是唯一 现在教会里面收钱的报纸 收费的报纸 所以我今天还在跟很多人讲说 一年前你要收费 人家都会讲不要钱 人家都不要钱 人家都不要钱 所以那个报纸不要钱 这个报纸不要钱 你怎么会要钱 那我们这一年的时间 我就改变 告诉他们说 我要收钱 而且我收钱有力 我收钱收得漂亮 所以呢 我在报纸里面出来订报 订报是一种支持 所以不断地在各个社会传递这样的说 你不是买一份报纸 你是在支持一份福音媒体的发展 所以一年2400块 一个月不到600块 这600块里面 你能够支持他们 我们一年 我赚的钱都不够我俩记者 跟印刷跟邮寄 邮寄一份 你假如有快递的话 你都要5块6块8块4块 这个印刷才多少钱 你买才15块 不划算 但是论坛报坚持一件事情 就是使用者付费 这是福音工作 福音是免费 但是传福音要代价 传福音要代价 但是福音是不用钱的 福音是不要的 但是我们在那部分里面 我收费 第二个是我做广告 那我的广告在我的理念里面 过去广告没人看 现在广告越来越好看 我们有一阵子在台湾就是这样 以前电视没人看 但是好喜欢看广告 因为广告好多创意 我蹦蹦跑出来 你现在出去看论坛报加索 你看到论坛报的所有的广告 你会很惊讶 这都是论坛报吗 我相信很多人看过这样子的 这是论坛报的广告 每一则广告都非常精彩 不管是论坛报自己设计的 我带着童工拉起 我告诉你这个童工从来没有学过设计 从来没有学过设计 从来没有学过设计 没有动过病 然后到论坛报只是一个 没有人要的小孩 把他丢进来 他说他想学设计 我说好啊 带你一年的时间 这所有的广告都他做的 全部他做 而且他在电脑全部自己这样做 我只给他指导 给他创意 给他概念 他每一个广告都是漂亮 这也是一个广告制度 这也是一个广告 每一个广告都是他做的 这个小孩子从来没有学过设计 我常常在讲你要愿意被用 上街就用了 所以我们在收入面 我们在收入面里面 其实我们现在我很敢讲 像最近很多人到论坛报来 他说我有多少钱 我跟你讲说你不要来 我送你比较快 因为你的钱 买我的广告买不起 我送你 我愿意帮你 但是你假如你看得起我 我说我要收钱 我去收这么贵 而且我告诉你没有版面 我们的广告版满满的 我最近做了好题的动作 你可以看人家 你看看我的广告 满满的 满满的都是广告 那广告不是塞满 你看这是台神的广告 台湾深圈的招现广告 他谈他的学校的美 谈到很多很多人 那这个就是传统牧原 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收入 他从来从来不会变 就有一天会等到你了 就是他一定要放 但是他不用花巧 但是 其实一个媒体他要有收入 因为我们要养活 而且我最近有一个观念 常常跟童童讲 我说最近他有一个仆人 一个财主 他出去的时候 他有三个土人 一个是五千 一个给他三千 一个给他一千 我常问他们说 你为什么 你觉得这个财主 为什么给他三千 给他五千 给他一千 因为他比较胖 就给他五千 我说一定不是 因为这个财主知道 这个人可以挣他五千 就给他五千 因为这个人他三千 就给他三千 这个人从来没有做过什么 给他一千看看 就跟他讲 我回来一看 回来之后 五千的果然赚了五千 三千的就赚了三千 一千的还是三千 所以后来财主 就把一千的拿起来之后 分给他们 有的还要更多 我常常用这一段 跟我的童工讲 我们五千、三千加起来 会计士一算就是九千 九千也不用算 不用会计士算 你知道是九千 机构常常把它分了 三千、三千、三千 大家都一样 然后你们家用卫主做的事情 都一样 但是呢 会做的人 他会怎样做 不做 他不会做的人 也是三千 所以回来之后 三千、三千、三千 还是他那样 我常常跟我同工讲 你会做 给我五千 你不会做 我拿掉 就给他 所以我们从五十几个 假使会计士都很清楚 我们从五十几个人 在这一年里面 整个吓、吓、吓、吓到二十六个人 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动作 其实我没有改人 我只是跑得很快 跑到最后跟不上 他就自己下来了 因为那个速度太快了 你跟不上 但是你跟不上 你跟得上的时候 你所有的这些童工 他领的钱 他觉得你被尊重 因为他是专业 他做得很好 一个小孩子 他没有做什么 他在那边睡觉 他只是公图生 他真的只把公图生的薪水 现在 你敢要挖他们 至少要四五万块 因为 现在可以做好多好多事情 但是你叫他离开 他不要 我在这边学到太多工分 我想我们很 里面的机构 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些 所以论腾报 不是赚钱 但是论腾报 不会亏钱 我不认为 因为我记得在一开始的时候 董事会问说 人家都亏钱 所以当你来 你觉得继续 你要亏多少 说尽量不要亏 家事可以 不要亏 他说真的做了 他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说 一个机构不应该亏钱 家事可以 家事可以不要亏钱 但是我也不是要赚钱 但是我必须去发展 家事我要发展 像刚才讲的这样子 我知道像现在 我们论腾报 把隔壁的办公室也把它拿下来 那现在之后 你们想说 你们现在只有26个人 为什么还有隔壁办公室 我说看到未来 我们看到未来 我们需要有一天 这里坐满的人 每个人 他们都很快速 他们公益全世界 他们开始做很多的功能 下次可以上去祝福 那个地方就变成媒体中心 媒体中心它就开始喂养 但是我们需要钱 我们需要奉献 所以我们也会有奉献 我们的奉献比例 大概收入不在 在我们的收入里面占得不大 真正最大的收入就是来自订报 但是订报都输给广告 广告现在超越 我们最近拿下好多 拿下好几个 而且还继续拿 他们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有好几个客户是super 而且不是教会界的人 不是教会界的人 会拿得到的广告案子 这广告案子不是只是登代论坛报 论坛报 论坛报现在已经开始做 帮助机构出去外面 所以我们开始帮他们做 广告的设计 放到中国时报 放到论坛报 放到联合报 放到东升电视 他们什么电视 我们甚至帮他做CF 帮他规划CF 所以我最近手上 有拿下好几个案子 我们曾经提出一个案子 这是在录影的地方 我曾经提出一些案子 但是案子费用都很贵 都是很贵 但是那个就是对一般很大的企业 你要准这个价钱 他们表示OK 我可以付给你 然后我甚至付给你这样的费用 我们公司的人都觉得 哇 怎么会这样子 以前跟男帮 三千块广告就透露 三万块 哇 这不得了 我们现在三万块 我们现在一个都是上百万 一年下来是百万 是百万的Case 然后我们帮他做创意 我们帮他做设计 我们帮他想办法 他只要付一点点的服务 像我们看到这一块 其实那就是一个墓园 假使他没有灯 他就刚刚看到的那一天 有一天等到你 只是稍微大一点 大概也差不多 但是假使你现在看到他这样子 他有窗的表 然后他有意见 然后假如你仔细去读里面的话 你连地点都知道在哪里 而且觉得我一定会把原发弹拿进去 因为觉得 那时候平安在哪里 那个感觉就在那里 所以那时候我跟他讲说 我要收多少钱 他就讲 没问题 那是你应该的 以前你想登一个广告 就换一个格子给你嘛 但是现在不是 现在就是 你要老替你量身定做 那我有时候我会考虑 像今天来的一个机构也是一个 一个比较非议令 然后在救赎的 后来我就跟他讲 你到底有多少钱 然后我讲说 我有五万 然后我后来跟他讲说 你五万真的不够吗 一个板 加使要买 但是我很乐意帮你做 你再多给我一点点 其他的我来 那一点点多少 你回去自己想 加使你觉得我可以做的 我超过你要的 而且做的让你觉得福气 说你们真的好厉害 就这么样的东西 就把我做到这么样大的影响 那我觉得广告也有效 广告是没有效 你登在哪里都没有用 有些单位找我台 我跟他讲 我不要帮你做 他说为什么 我说 因为广告这些大也不会卖 因为你没有改变 你的产品也没有什么改变 你的产品也没有特色 除非你的产品有改变 我在外广告做得很夸张 但是去了之后就发现受骗 那个广告我就不想把你做 我觉得要迷腐其事 所以我们在今年 加使注意看 我不是比较 就是不是比较 加使我们跟其他的报纸看的话 我们的收入 它好多 应该好几倍 但是我们人越来越精良 然后越来越快速 然后越来越活泼 但是我们真的没有真的在赚钱 我会计师知道说 你没有赚钱 我们没有赚钱 但是我们只要不要亏 我们一直跑 我宁可一直投资 一直投资 在做这些事情 所以这些论能报 大概是这样的 可以吗 我看你在社区论坛 看前面他的团工 蛮喜乐 做起来感觉很快乐 你怎么样把这个 带的这个大量做起来 做起来一个进步 进程序 对 其实我是一个很另类的人 我从教会长大 我知道团队 我从公司经营出来 所以我知道观念 但是我是一个比较创意的人 所以我比较浪漫 所以我要求同工 若任何事情要有想法 要有创意 然后要自信 所以我要求 办公室 第一个我接的时候 办公室全部打开 所有从开始 你看到没有门 有门也不能关 就是只有晚上 下班之后门才关 包括社长 所以你看到所有的纱窗 所有的百叶窗 全部打开 你看到所有 里里外外的人 都看到 我都看到 看得到我 所以我可以跟你讲 我大概从接手到现在 我没有睡过你家 我没有在办公室睡你家 我带人睡你家 没有 就是做这样 而且我常常是第一个上班 常常是第一个 我几乎 常常是第一个上班 然后带他们通通往前跑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 我要求他们光线亮起来 不准按 那不准按的时候 就是所有地方 你要看到绿色 按到光线 所以我希望这个办公室 就是很明亮 很明亮 非常非常明亮 第三个就是 我不断地刺激他们 所以我在我整个早早会的布局 我们因为是粗暴 所以不可能天天 天天就早 大家这段时间就很累 所以我们就在一三五的时间早办 那一三五的时间 礼拜一的时间 我们有一定的讲台 有一定的内部的训练 有内部的政策 礼拜三 我就对外全部开放 那我对外开放的时候 我只邀请专业的人 而且不是传道理 几乎都不是所谓的牧师 都是舞蹈家 艺术家 这个音乐家 医生 这个会计师 这个建筑师 然后各方面的人才 媒体 创意 然后网络 这些人才 其实都是基督徒 然后找出来之后 让他每一个礼拜 有不同的人 在台上分享 让我们统统开始 跟 开始看到 哇 原来 可以做这么活脱 可以开始这样 那礼拜五 我们就是查经 所以我们大概的情况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以前一年 大概就是 尾牙 或是说所谓的感恩 我现在不是 我现在开始会一记忆 就是他的作业阶段 我每一个集 每一集作业阶段的review 就是 我都跟同学讲 这一集我要做什么 这一集里面 我要做哪些挑战 然后我要很清楚 然后做完之后 我就办 退休会 那这个退休会 我绝对不会是 退额联休 我常常都是退额休息 因为平常就在每天 都教会服事 礼拜天的服事 早上的服事 所有的服事 你要把他累到最后 再继续在他服事 再给他恩高 他已经真的是 灌得满满的 没有办法 我们就在那个时间 有常常带他们 做一件事情 就是 去找一个 从来没取过的地方 而且是非常漂亮的地方 而且非常特别的地方 去做退休会 那这退休会 都有计划 我每一次的退休会 都有很特别的创意 举一个例子 我曾经做一个退休会 是在宜蘭的交系 那我就用一个交系 叫行方神 也是我们自己的 广告客服 那我就用他做退休会的场地 但是我就让他们分组 分组 他们就从海北到那边 全部是自己 要去做策略 然后只给他一定的费用 所以你们五个一组 五个一组 五个一组 五个一组之后 你必须在几点 下午四点钟到饭店报到 这中间的行程 你必须坐火车 经过这个梧桐 经过这个小镇 经过那个所有的地方 然后让什么平溪 一路上去 跑到那个郊西去 但是这一路上 你要做报导 因为你是新闻人 所以你要采访 你要摄影 你要做简报 你要用多媒体 你要用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什么时间 你要呈现 有时候就是第二天 退休会的时候 第二天他们就成天 那么晚上是不睡觉了 全部就开始讨论 马上集合 马上创作 马上做成NV 马上做成PowerPoint 马上做成新的报导 所有出来的东西 没多久在报导出来 一方面我玩到了 一方面我让同工团队 另一方面我让同工刺激 所以我每一次一直跑 一直跑 而且越跑越远 越跑越远 我跟他们讲 我挑战他们 我从这边开始跑 我们肯定有一天跑到花洞 然后我从花洞不够跑 就跑到海外 我说 加持你是一个快乐媒体的人 不应该是 不应该是 是一个没有水准的人 你应该是很有创意的人 你很可以玩的人 那我觉得 加持机构可以 应该要满足他们 应该让他们住最好的 应该让他们住到很开心的 然后让他们不断的经历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 包括你看到我在用iPad 其实我常常讲 iPad现在跟未来 好像现在买好 台湾还买不到 那 你们为什么买得到 过一点就买到了 过一点点钱 拜托人 从国外带来就买到了 买到的时候 你已经在用了 人家还在看 你已经都用得很熟了 那上面我们已经做了多少事情 然后赚了多少钱 我每次出去一直要提案 我根本不带电脑 就拿了这样就走了 然后就开始讲了一堆故事 所有人都眼睛瞪了大大的 那这个也博才一万多块 那一万多块 你已经做多少事情 那结果很多事情已经省下来 那我们却不会用 然后却浪费更多时间 在那个地方 拖拖拖拖了一年 还省都不会 我最近又做了一件事情 跟童童讲 你们有没有手机 你们手机是哪一种 不开始看 然后那个手机里面 假使你用HPC 用iPhone 用智慧型手机 OK 我就开始挑战 你们上面看什么 然后我开始做一些游戏 然后开始让他们串联 然后开始补助他们的一些电话费用 所以补助你啊 我让你上网就玩 他们每个人都在上面走 所以每个人都知道 什么叫做传讯 什么叫做智慧型 什么叫智慧的管理 我每天所有的报告 所有讲章 所有的圣经文 我几乎没有带圣经 我就带着iPhone 今天的经文 全部都在这上面 你要看任何的东西 就全部都在上面 同样他们也全部在手机上面 他们越玩越快 假使你做一个媒体的人 你没有那么快 你怎么会超过别人 所以我们团队是 每天进办公室是很刺激的 现在进去就觉得好快乐 每个人不敢讲 所以很快 他就觉得很忙 我现在很忙 以前是三个人倒水在那边喝咖啡聊天 现在哪有可能 不可能倒水喝咖啡聊天 我们提供最好的咖啡 提供最好的咖啡机 有人奉献咖啡机给我 他说你们要做双鱼 一定要喝咖啡 我说好 那奉献一个咖啡 然后童工就讲说 我们要把咖啡每个人自己 每个人交一百块 我说干嘛 干嘛要他交 那难道出不起吗 一个机构假如说 一直在推才会出不起 假使一个机构一直在跑 你为什么不让他喝呢 他喝了睡不觉 你睡不着觉 在做事你不是跟他开开手 给他喝嘛 给他喝了开开心心的 那其实我不是不要让他睡觉 是会觉得不要抠 你不要抠 说哎呀这个东西要钱 这个东西要钱 我常常讲给他食 给他喝 然后给他补助 这个钱算公司的 我们从来不拿回家 但是呢 我就会让他们在那里 快乐地工作 那今天他才会可以 每天都出去 很好 我们很多记者 以前都拿个什么 手机也在拍照 你看到以前老记者 东西拿着很烂的相机拿着 我是记者 然后在那边拍了半天 你看了说那是哪个报纸 他就觉得那是论坛的报 所以我就跟他们讲 我补助你 好不好 我也不买给你 但是你的相机的一大部分 我补助你 其他你要付一点 但是你把你的配备 upgrade 资产算你的 料的算你的 但是你总有好相机 好相机你就总会拍好东西 然后你就不断地做很多的竞赛 像我刚才在讲 追求会 摄影比赛 他们就开始拍了 那我自己也是很爱拍的人 所以呢 我就常常刺激他们 我拍得比你好 那你还会 他们都开始做什么 所以我想 有时候是一些方法 就是一些方法 那我们让团队的人 而且我常常跟他们一起吃饭 我几乎都是不定期跟部门吃饭 就跟他们在一起 从那边去 就不会说一个官僚 很僵的 你要进来要敲门 从来进我办公室 没有敲门的 就是只有进来 他就说 这个东西怎么样 他就进来吧 从来 我每天忙到不行 来自己一样 他就进来 所以我们就很开心 然后我们非常非常开心 我觉得 我不敢讲不算100% 但是我觉得 我们团队应该是一个快乐的团队 但是有机会去看 未来前面一年后 就可能 就可能 就能够